鉴定一下网络热门视频 这是一个好球啊 运球的时候将球直向篮板 在他拿出球的时候 他可以进行传球或者投篮 但是不可以运球 他在空中就将球传给队友了 这是一个漂亮的助攻 这球也是一个防守干扰球啊 并不是所有的干扰球 都是手跟篮球一定要接触 抓篮环也是其中之一 规则上写 队员使篮板颤动或者抓球篮 根据裁片的判定 这种手段已经妨碍球进入球篮 或者使球进入球篮时 干涉得分发生 不过跳的是真的高 这球啊肯定是一个防守犯规 虽然说我们的盖帽很干净 但是在空中身体上的接触 是不能被忽略的 进攻队员扔人在空中 此时他的投篮动作并未完全结束 防守队员从A点到B点 所造成的身体接触 这不是一个合法的防守 很多兄弟呢 说这是一个正常队 其实不是的 但是这哥们的协方意识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鉴定一下我的普通同事的三步上篮 直接上慢动作 分析012就要找他的合球点 慢动作看 子龙是在空中合的球 所以没有第0步 只能有一二两步 那第三步的落地 及超出规则所限定的部署 那就是走步为例咯 这个动作我说携带球为例 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吧 网上有很多人在跟风学习这个动作 其实这个动作呢 是需要运球技巧和脚步的完美结合 才可以呈现出来的 只是单纯的模仿他的外在 而不去探究他的内核 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哦 这是一个合法的抬起中枢脚的投篮 合球时双脚接触地面 任一只脚均可以作为中枢脚 这样的抬起中枢脚的后想跳投 可以扩展你的投篮空间 减少被封盖的风险 很多朋友就问我 裁判人除了要学习知识 还得学什么 我告诉他还得学体能 就这样的队员追着我 赶来给我一拳 那我估计就当场卸菜 所以体能是必修项 关键时刻他保命啊 小时候打球啊 我也想过 能不能骑在队友身上 然后去投篮 但是长大之后学了规则 告诉我们不可以借助外力去打篮球 如果这样子都亏的话 那哥哥不都飞天顿地啦 好家伙 这动作以前都是推腰啊什么的 这直接给我升级了 直接开始推脖子了 这妥妥的进攻犯规啊 你们要是觉得动作帅都还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学 好下次出差够了继续分析 好下次出差够了继续分析